有些人會去房間的一些沙龍去做去角質的動作 那這些去角質不是完全都不能做 但是因為它是化學性的方式 用久之後有些人頭皮看會變得比較敏感 現在有一種比較更先進的方式是用物理性的去角質 叫做中胚層茅囊的療法 它的話是可以透過物理性的高速的噴霧 把表面跟深度過多油脂跟角質清掉 這樣子的話透過物理性的方式 可以溫和去掉角質 而且不會讓它變敏感 反而會讓頭皮比較健康 如果是油性的頭皮的話 就有點類似像長痘痘的肌膚 少吃一些過度油膩、甜食、巧克力這些食物 是否有一些幫忙 所以這方面最主要還是跟個人的體質是比較有關係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